所以國良知黨被罷免有道理嗎? 我現在倒是認為這樣 法律問題不要政治解決 有這種產權的正義 就法律去解決 你要搞成這種政黨對立再去搞罷免 這是增加社會的成本 我覺得如果這件事情要去搞罷免 那個不具正當性 因為法律問題為什麼不法律解決 要搞成政治解決 你怎麼看基隆市府跟那個增東案的產權? 這個案子細節我是不知道的 不過我倒覺得有幾個疑點 就是說政府跟廠商簽那個 不管是VOT、OT、ROT 如果後來有併更 都蓋了什麼?應該一月要重訂 我不可以現在跟你簽一個月 你簽完一月以後你又去蓋了一大堆東西 然後那些都不算錢 或是說不算產權 這個是有問題的 而且這個政府都 基隆市政府在林佑昌的時代 你都發死建造死照給他 蓋完以後怎麼沒有做那個產權登記 這個都太奇怪了 所以這個案子裡面疑問重重 就是說簽約以後如果有內容的改變 那那個月要重訂 怎麼可以照原來的月 這才太奇怪了 我想跟大家報告 下午我將親自針對 基隆地檢署的一個他字案 有關於東岸商場的部分 前往地檢署親自說明 所謂他字案的定義呢 我來跟大家說一下 就是是否有特定人士涉嫌犯罪上不明確的一個分案方式 那麼我猜想是因為主婦公司有提告 地檢署依相關規定分案 我們非常樂意接受配合調查 我相信在調查過後 檢察官一定能夠還原真相 也希望能夠還給基隆市政府一個公道 我想要呢再次來強調東岸商場的全部產權屬於基隆市政府所有 各位可能不知道 這塊地是民國89年市政府以8億4千萬買來的國有地 土地所有權人 起造人都是基隆市政府 在先前市府與大日公司的OT合約精神 也當中有規定 2月1號就可以將營運權完全移轉回來 合約中也有清楚的載明 合約到齊後市府可以進行的收回資產 我們是依照跟大日的合約精神 在2月1號針對公共區域 我跟大家報告 我們針對公共區域的部分 進行資產的收回 完全沒有進入到私人的空間 除了維護新合約的一個穩定 取回中控市以及公共設施 也是為了保護消費者跟市民朋友的安全 公共安全是最重要的考量 主婦跟市府也沒有任何的合約以及採購關係 而且呢 發言人之前已經說明過了 本案是由交通處主動提出需求 警察局給予行政協助 今天因為這個他字案 我要代表基隆市政府到地檢署說明 我們非常願意全力配合 並且也要讓檢察官了解 我們是依法有據 依照合約 執行公務 取回市政府以及市民朋友的資產 不會讓政府的產權落到私人的手中 以上是我的聲明 好 請問媒體朋友有沒有跟這個 今天我要報告的事項主要相關的問題 然後拜託盡量不要提一些完全不相干的 謝謝 市長 中江市民討論上 他自然有本事可以在宣布上嗎 他自然就是有人告嘛 那有人告 對不起 我先跟大家報告我的背景 我是政大法學院法研所 特別是刑法中心的學生 所以容我來跟大家報告他自然 就是有人告發 那就是有人被告發 就是被告 那他自然跟真自然最主要的差別 就是他自然就是在特定的人士 甚至犯罪的事實都還不明確的情況下 檢方會發一個他自然會進行一些初步的了解 所以我想大概這個案子是因為主婦公司有告發 那檢察官也依照刑事訴訟法必須分案 分案有分他自然跟真自然 這兩天大家有在看到有一些其他縣市 我猜應該是會是真自的比較多 那本身來說 基隆市政府收到了一個他自然的一個出庭通知 那我們非常的樂意要來出庭的配合 也要跟我們的承辦的一些檢察官 來說明清楚基隆市政府當天的一個立場跟作為 我們理論上市政府是分層負責 我今天個人沒有帶什麼文件 檢察官詢問我什麼問題 我都會全部的據實已告 那如果他們有需要更多的一些相關資料 或者是更多的書面 或更多的一些相關的證據 我們都會全力配合 積極提供 我們還是要依法行政依合約來進行 我們這個合約是跟大日的部分點交回來的 那有其他的民事的官司 甚至我們過去也提到的一些工作 現在仍然在進行當中 那市政府也會秉持善意 積極推動後續的相關工作 交通處 在當天的點交過程中 有發現公告遭撕毀的情形 因此他有跟本府辦公室及警察局提出 希望能夠得到一些行政的協助 就是依此我們有聽取了一些說明跟簡報 這個是由交通處所主動提出的 這些細節我們都會提供 所有相關的一切內容跟細節 給我們地檢署承辦的檢察官 謝謝